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接下来我就邀请我们董事长来介绍讲者 那我们董事长许慧恒 许教授他曾经任台中农民董院的院长 台北农民董院的院长 那也是我们中华民国公立医院协会的理事长 还有我们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的理事长 那目前是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副院长 我们是欢迎我们徐教授来介绍我们徐教授 好 今天在场的各位贵宾 各位女士先生 千禧自爱基金会的荣誉董事再教授 以及新律域执行长 特别是今天的演讲者 吕少瑞 吕副院长 吕主任 大家早安 早安 那很高兴今天 是我们2023年千禧自爱基金会 举办的第一场盛大的演讲 那各位看出来我们今天 今天非常特别邀请到我们今天 平常都邀请不到的讲者 特别从嘉一上来的 吕副院长 吕教授 吕主任 那我想在座的所有的贵宾跟我一样 其实仰慕跟敬佩 吕副院长已经很长了十段时间 那他过去本身是阳明大学医学系 日本福岗大学的 古科跟整型外科的博士 同时也是 在教学方面也是古科的教授 那重点是他除了在 研究 在教学非常非常整体外 他的临床服务啊 不但是国内所需一组 在亚洲也非常非常的有名 特别是他跟病人之间 有非常好的 启发性的会叫 传递正确的呼吸知识 这一部分啊 其实不只是一般民众 我们医界对他也是非常非常的佩服 所以他平常非常忙碌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他 这个他这个是排除万难啊 特别来到今天 让北部地区的民众可以 多一点对膝盖健康 可以保护平常做好保养的知识 好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丙飞 那我们一起用掌声来欢迎 女媒和徐佳子 各位我提到的党员提到的党员提到的党员 非常党员 丁兰许董事长的介绍 两位董事长 还有基金会的工作同仁 在场的先生女士 祝大家早安 早 非常高兴在这个丰和日丽的初春 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这个膝关节的健康保健 我想刚才在基金会的介绍影片 大家有看到 能够自由自在的活动 才能够创造多彩多姿的人生 那事实上膝关节是我们 下肢要以后自由活动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书女 因为她不但拥有最多的软骨体积 而且她做任何的动作 都是一马当心的 所以她非常容易受伤 所以在有一个统计 是超过40岁的人 有一半以上有系统的问题 所以我想问一下 在座曾经有系统问题的程序师 确实一般还多 所以希望今天在这个 我详细的解释之后 大家可以了解说 事实上这个系统是很容易 我们就可以预防 甚至可以自豪 要讲的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在年轻的时候 经常被诊断成运动方面的伤害 就是说半夜软骨破裂 实际症带受损等等 但是同样的问题 你只要超过40岁去看医生 就会被诊断成肺化心习惯解决 那所以呢 今天的主角 就是 好像跳了 跳了一张 应该这个应该是第一张 介绍是护膝333 健康非常简单 所以今天的主角 就是退化心习惯解决 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那我是希望介绍给大家 让大家可以自己就自己的期待 那这个疾病在末期的时候 我想大家都有看过 类似这样的一个举步维艰的状况 但是呢 这个是他的S光片 非常非常严重的变形 但是他这个病是从年轻开始 所以并不是说每一个病人 都会变成那么严重 那最常见的就是下面这几个例子 我非常感谢这几位病人愿意分享 像这个是一个中年的妇女 她已经痛迷久了 那S光片看起来 就是 内在开始有狭窄的状况 这边 对外侧狭窄 因为这些诊断而且也看到一些骨刺 是第三期的这个退化 他们都说是退化性关节炎 针灸也做啦 吃药然后都是开一些那个叫做肌肉松弛 进你的那个药 那吃一吃的时候都会压下去 你要没有吃它又是酸痛 啊你走一走你就要休息一下 不然就是快要跪下去这样挺不舒服 所以他就说出这个很古东的这些症状 那这一位72岁的男性 我是在西亚图演讲的时候 碰到的 他已经痛了 五十几年 这是他在S光片 他又已经看到更严重了 这个地方已经狭窄到骨头跟骨头碰在一起 就是第四期的 这个五十几年的痛我都可以忍受 因为没有痛到什么多严重 那种痛不是说多严重 那倒不能忍受的是 差不多四年前 忽然一天两三次 关节的后面那一点会暖下去 会好像抽筋的那个味道 但是也不是抽筋 就是会把你绑住不能动 这个之前我也在几家大医院看过 下一句可以切掉 这些医院都叫他换关节 这一位是更痛苦的一位女性 她已经因为长期被关在家里 已经有致病症了 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病情 我已经帮她把一只脚换了关节 这是原因 我从来开始有更痛苦的 这些医院人也有点重的 二人一看到了 这野心都发表成功 一看到了 双方允业 一看到了 intsir 想贴 那当生了 就 apprendre 长春 ,不愿意 哦 但你未必要挡得了,但你不想挡得了, 你不想挡得了,你不想挡得了, 你才能挡得了,我只怕挡得了, 你不想挡得了, 此事再说, 那这个是讲解20年前的事情。 还好,就是说现在也有, 已经比较少看到, 多么这么严重的被害。 那这一位最后这一位女, 这个中年女性 还没有到中年 还是比较年轻 他是非常多病人 都像他这样 到处求你 因为这方片看起来 只有早期 像这个只是 如果注意看的话 一点点 比较窄 这边是正常的宽度 所以远古词都还没有 但是这是第二期 确实带给他很大的痛 那时候我完全没有危机意志 完全没有想到 这个关节的问题 或退外性关节的问题 有一点点痛我也没管他 所以就持续了 但是很快的 奇怪这个 一点点痛怎么持续的存在 我就知道不对了 我就开始看医生 看了结果是 他们都鼓励我腹劫 他们说我附近看一看 或者是痛的时候 我吃个止痛药 我也照他们的意思 所以我就在家附近 有时候好像痛较少 可是就是不太能走 所以我的活动变成 我出去也比较少了 都有大家讲较多 因为突然也没课了 时间也变多了 所以在想说完蛋 我的人生是不是就这样 就这样子了 这位王女士张奇 推的应该非常熟悉 一起上过节目 那他是这样 就是因为这个不明原因的痛 一直被诊断 是没有希望的退化 所以他到这求疑 也到过香港 香港找那边的灵灵治疗 也没医好 各种针业都打过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他做的理论 所以对这个未知就被产生恐惧 就连走路都不赶 他的男朋友 讲我帮他买了四五台的 你的灵 那他来找我之前 已经预约了在美国的 好像是没有医学 还是叫他 Hotkins 已经准备要去那边做细胞治疗 那幸好就是来找我帮他把病治疗 那这个问题事实上不是只有台湾 全世界都碰到 那他是非常常见的影响 老人的这个行动困难的一个主因 所以我想这个刚才讲的 细少症等等 应该跟这个行动困难造成不变 都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他非常常见 不管是在西方或是在我们东方 只要你超过六十岁 大概每五个人里面就一个人 会有因为这个问题地区去看医生 那没有看医生 不去看医生忍痛的更多 那而且这个东方西方都一样 女性点染性还多 这方面为什么女性多 也有很多研究 我希望大家在今晚今天听完之后 就知道为什么女性会比较多 那不管是病患或者家属 都习惯上网找资料 网络上这种资料非常多 中文可以查到好几十万 那英文呢 可以查到这个上亿啊 两亿都比资料 可是这个是非常非常常见的问题 但是如果仔细去看这些资料的内容呢 讲的都是大同小异 就是所谓的主流的传统观念 第一个就是她的确确病因不知道 并且没办法组织退化的话 就认为这个是一个老化的过程 只能减轻症状 而且呢软骨没办法再生 无法治愈 我们看这个有关威力的 开宗民意也会讲说软骨没办法再生 所以呢传统治疗方法就是这样的 从消炎止痛药吃一些补品 或者打一些补品 或者是PRT等等 那如果真的不行 用关节径清洗清洗 暂时肩缓很痛 暂时把歪掉的骨头把它矫正 希望能够延缓最后置换人工关节的时间 那这样的治疗方式在我看来 那就是因为不知道明年飘旗的抗炎 而且呢 最近有一篇内科方面的医师做的讨计 发现传统人工关节痴患的结果 并不如骨骼医师调成这么好 大概是有30%左右的病人 制度满力 患了关节的结果 让大家看一下自然病情 从最左边到右边只是 两年半的时间了 这他病情事实上不会这么快 为什么这么快 就是因为止痛 把痛止住 止住之后 病人还是用他原本不正常的行为 或是去使用他的行为 可以把它破坏得更快 那如果说不幸得到错误的治疗 那这位病人他是肋骨存 那个内科医师给他用肋骨存治疗的十个月 这个月就看到内侧垮掉 这边就垮掉了 必须要给他重建 那这是一个护理人员 本身应该是有不错的医疗知识 也是会多元 会打针 打到细菌感染 只要我们的时候已经发炎细菌感染 我们用关节精进去清洗的时候 发现脑骨已经像橘子皮一样 整个剥落了 所以就只好把他的关节打开 把所有的发炎组织清楚 用这个抗生素的这个 骨髓骨去治疗三个月之后 再放人工关节 这时候因为骨头破坏了 必须用这个比较大的人工关节 更何况不是说所有手术都成功 我们那个开刀都可能碰到感染的问题 即使是最好的技术 加上最好的设备 大概也有千分之三到左右的感染率 那这些病人 如果一旦不幸感染的话 那就像这个病人 即使开刀成功了 经过了三年 那又肿起来 结果发现这个骨头旁边已经有 有磨损 已经有那个腐蚀的现象 就是感染到细菌 只好把它拆掉 再放入这个 我们自制的抗生素的面珠 然后用外面的固定 穿腹膝或者打石膏 固定三个月之后再重新治完 所以万一感染是对老人是非常大的一个折磨 前后大概要花个半年才能把它治好 那另外就是如果开刀技术不佳 装的不是很好 或者是使用的材料不好 可能产生磨损 磨损的话 那里面是很严重的这个金属被散布再整的关节 我们像这金属的人物断 我们要花更多时间把这些东西金属料 再把它放上这个再次化的关节 所以呢 我并不是反对人工关节 但是我也非常觉得人工关节是对病人 回馈最快的一个手术 但是它是最后的一道防线 那而且它是路未路 这在术前一定要跟病人讲清楚 一旦换了就没办法走回头 那这一位病人才五十几岁 在找我的时候几乎是用哭的 说他到处求医都治不好 整个关节肿胀就是感染到细菌 已经在几家医院重复开刀 后几次都治不好 大家看到里面放了很多东西 这个不水泥的抗生素 他可能曾经也骨折过 打那些钢板 骨头缺损非常多 就是我讲的不回路 过外的越来越多 这时候只能用抗生素治疗三个月之后 再重新治患这个定制型的人工关节 把这骨头坏的都切掉 我用这么大的一个 就越来越接近其器人的感觉 所以万一他将来他才五十几岁 万一他将来又发生什么问题 叠交或者是又感染细菌一般 最后的最后又可能没有解枝 因为这个是最惨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个胎经关节 到底它是自然老化呢 还是有其他原因 到底有哪些危险因子 那要多运动呢 还是要少运动 医师的讲法不终于吃 那重点是要怎么运动 那小便指动要可以吃吗 要吃多久 那到堂他们是最常会问到的 轮骨素 轮骨酸要不要打 那PRD有没有效 轮骨移植干细胞 这是最新的一些观念 到底有没有效 那官员呢 讲到手术 那观点镜有没有效 那是要换一半 还是全换 那如果要换的时候 要不要用机器手臂 所以非常非常多的疑问 这个形成一个大论号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对话性观点 拿出来检视这个名词 这上对岸是翻成对形性习观点 日本人翻成变形性习观点 那他的原文是EOSTIAL ASSIST 这上直接翻中文 应该是五性的关节点 并没有去讲到他的定义 那在台湾我们喜欢 大家都说是对话性性观点 好像就把认定是老话 认定是对话 造成很多很多的迷失 我们看一下全球 有1.3亿人被影响 国内这个数字 大家应该熟悉大概50万人 那国内每年要换人空关节 有3到4万人 在谷科界还认为太少 还认为这个数量不够多 应该如果以百分比来看 应该要换得更多 所以我今天就提出这两个问题 问大家 大家认为 这个胸肌肝结炎是自然老话的警局所 好像没有人看警局所 那这个软骨不会再生的警局所 是有一些 所以我是很希望改变大家的这个想法 那我们就来看看所谓的骨肌肌肝结炎 那我们就来看看所谓的骨肌肌肝结炎 到底是什么 事实上只有百分之十 我们是知道病因 那这些病因包括最常见的外伤 年轻的时候很做过伤 不管是小伤还是大伤 累积下来 那另外就是其他疾病 可以造成软股破坏的默形 像瑞胸肌肝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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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 这些已知原因的只占了可能十 那其他百分之九十呢 不知道病因 那医界的习惯就是对任何器官 如果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病因的时候 大概都会讲说是退化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想想看其他领域 比如说眼睛等等 有些问题还不知道病因就说是退化 所以因此这几千年近来年的医界 或者是学术界都在找原因 就有几个理论 那最常被使用的理论就是压力 因为古科医师就自认为跟木匠差不多 就是要矫正等等 就会认为说他看到的时候 脚已经歪了 已经变形了 就很自然的认为是因为这个压力分布不均 才把某一个部分压坏 那这样的理论 我在我的第一本书都有去 博次这样的理论 大家想想看 为什么 受益最大的怀关节 最小面积很小 它承受全身的力量 如果说是压力造成软骨过程 但是它非常少见 那同样的膝关节 为什么只有内侧比较常见 外侧都好好的 所以很多很多证据去博次这种压力说了 那另外就是说遗传的因素 可能说女性比较多 遗传或者荷尔门都是在讲 为什么女性比较多 我个人是认为 那有在压力的这个也有人说 那女性为骨盆向比较宽 所以她那个异线的分布会在内侧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上帝太不公平了 女性很辛苦 要生小孩 然后一小孩骨盆就比较宽 那为什么要让她们承受这个疾病 所以呢 事实上 今天我要讲的主题 就是内侧摩擦现象 它是隐藏被忽略的重要原因 而且它可以解释 这个90% 过去大家不知道病因 那在20年前我也不相信 不相信 因为我也是传统 古科宣传出来的 我也是台中总总 这个古科 这个院长之前也在那边当过院长 也是从那边出来训练的古科医师 所以我是经过20年的临床经验 慢慢的被病人说服 说这个内侧摩擦现象 真的是造成 这个90%的病人的 里面的问题的最重要的 最常见的一个原因 我有一篇 paper 就是有统计 这个90%不知道病因的所谓退化 里面有超过90% 是因为这个内侧摩擦现象造成的 所以呢 因为这样的发现 我 这个是25年 快30年前的一个意外发现 让我一直投入这个部分的观察 研究 那最后发展出这个 膝关节健康促进方案 它可以整体的解决 这个最常见的这个问题 那因为这个意外发现 我提出了一个假说 在科学上假说提出来之后 你一定要证明它 所以 我整体一个研究团队 也就是经过20年的转移研究 这过程是非常艰辛的 那也发表了15篇 国际论文 就对这单一的主题15篇 每一篇都是经过 经过持续的设计 那因为讲的是新的里面 这些论文平均都投稿5、6次以上 才可以接受 即使经过了这20几年 我最近投的一篇 也是投了第13次 才可以接受 所以可见这个医界 最新的理论的接受的 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